这个类别是可以继承的,但是界面的话是叫实作 那类别需要实作 也就是我今天的实作这个界面的时候我要去实作,我要去写程式的话 不是写在界面里面,而是写在类别里面 那所有的界面方法 Jama界面可以宣告常数 和方法 那宣告的方法是一种抽象方法 那所谓抽象方法就是 里面没有程式,有一个方法名称,却没有一个程式 不用写程式,这个是所谓的界面 那语法的话通常是public 或是public interface,然后界面的名称 那里面的话加上比如说常数final 资料形态等于什么词,然后界面的方法 那还有一个参数列,里面的话不需要转写程式 这个重点,让各位稍微了解一下 OK,接下来的话呢 比如说我今天宣告,宣告一个什么呢 宣告了一个,这个叫做 这边有一个,叫i-area 就是比如说我们计算面积好了 那它是一个interface 里面的话呢,它有final的一个什么呢 一个常数,常数的话就是pi 它里面的值的话就是3.1415926 然后呢,要需要做有一个什么 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的话叫every 那every里面你会发现它只有小瓜 可是什么事也都没做 那这个地方就是所谓的界面 那界面呢,拥有什么呢 一个常数拍 跟什么呢 一个方法 every 所以呢 那方法的宣告成public 或者obset的修设 Obset就是抽象的修设词 那方法,这个地方我们是宣告 我们前面没有放修设词的话 预设 它会把它当成是一个public的一个every 然后呢 呃,前面在常数前面会放public 或者final 或者是static 那这边的话我们是放了一个final 把它宣告为一个常数 所以在这个界面里面同样会有什么呢 成员的变数 一样会有成员的方法 只是方法里面没有做任何事情 那我宣告好一个界面之后 我要怎么去存取 那这个地方的话是要实作 首先的话呢 第一个就是说呢 jama类别 这个可以实作界面 是实作不是继承 是实作 实作一个界面 那实作要怎么样去实作一个界面 我们的语法通常是这样 对不对 这个地方的话 语法就是用一个叫increments increments 然后呢 后面的话就是一个界面的 第一个名称跟第二个名称 所以它可以多重的什么呢 实作 有点类似多重继承 类似 也就是如果问你说 jama可不可以多重继承 答案是不行的 但是呢 它可以藉由多重的这个实作界面来达到类似多重继承的这个效果 所以这个地方要特别的注意 这个是一个一个特别要不需要注意的观念 例如使用implement 这个关键字来实作界面 如果 如果